现在我们今天来录一条开箱拆礼物的视频 不是要生日了吗 然后我们就收到一些服务 当然有一些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些很奇怪的礼物 所以等一下就你自己拆来 那我就把我第一个开箱视频送给我的粉丝们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Happy Birthday 江苏影发和江苏影影友会 未来的每一部蔬菜们陪你 谢谢你们 看看你们给我送了什么呀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 果然是实用派 拆的时候是不是得温柔一点 一个件非常漂亮的粉色的T恤 谢谢谢谢 不过下次就不要买这么贵重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会送给我一个套威士忌的酒杯 还有这个瓶子 所以拆到现在呢 我们都是实用派的 啊是一对耳环 珍珠耳环 谢谢 哇好高级啊 嗯好香 啊一个香薰的 你们不知道吧 啊这个好可爱啊 这个是送给我们家都租的吗 哦没开着吗 哈喽你好呀 你好呀 哈喽 真的是对话的吗 真的我说的 哎呀叫爸爸 爸 哈哈哈哈 什么叫爸爸 爸爸爸爸 爸爸 爸爹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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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我爸爸 不要叫我爸爸 不要 真是你爸爸 安静一环好吗 对 你什么买意我给你放在里面是吗 啊 跟我们家多多一样 我跟你说话不理我 我不理你嘛 你就会在那边找存在 没看到我的开箱吗 机会这样啊 不要 你怎么哪壶不看机哪壶啊 谁送呢 挺美的 挺美的 你看到了我还没拿出来 你怎么知道挺美的 他们一定是怕我一个人在家寂寞了 所以找了这鸭子 然后时不时可以跟我对话是吗 对对 你不要动 哎呀你怎么吹到我了 妈 妈了 妈谢谢 这是一个听出这是一个音箱是吗 无辜寡闻了 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好好好 你先睡一会儿 先睡吧 这是一个最大的礼物 拆完了 所以看出来是一只小猪音箱 然后非常的时尚 狗 狗 这是个狗 这是个猪吗 sorry 这是一只狗狗音箱 嗯 反正就挺酷的 我我我我以前看了 我以为它只是一个摆设 不知道它还是个音箱 就是屁股这里的放声音 然后一直以为它是它 它是一头猪 所以今天知道它是一只狗狗 谢谢 这是一把剑吗 是知道我喜欢 想演女侠 所以送给我一把剑吗 我已经知道的是什么了 这面锦棋吗 好 果然是一面锦棋 看看是什么 妮妮 以身见海王 渣男 再也无处藏 你你爱的 这些小兰 胖胖胖胖胖胖 和张旭格 送给我的小礼物 还有花也是他们送的 谢谢 I love you 就是你 好可爱啊 看那个狗狗 真是让大家操碎的心 好的 你们幸运我令 应该就是让我们早日找到另外一半 也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找到另外一半哦 马上就要开学了 虽然你们每次都来机场接吻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们要在已经开学的话 还是不要逃课 还是要认真真真地上学 好吗 被子吗 这是什么 为什么那么难拆 这是给我们家嘟嘟的狗窝吗 不是给我们家嘟嘟的狗窝 这个啥款啊 我能够早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好过分啊 被你的心口剪开了 我还以为他们是故意设计的呢 原来是被我刚才 剪了一个快递包的时候剪开了 sorry 我以为是故意设计的 就跟我的衣服有时候喜欢 给它剪破掉一样 怎么办 就这样的时候 就这么棒吗 真的假的 你们 我觉得我有了这个鸭子陪我说话 然后有了这个猛男抱着陪我睡觉 我再也不会寂寞 谢谢你 这是我的团队送给我的 这个眼睛让我带到机场吗 哇 这个好合线 这要睡觉的时候 就是一个这种 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礼物 什么啊 怎样征服美丽少女 如何征服英俊少男 我想问开我的同事 什么意思 我这两本书 意义不在 什么意思啊 他们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 男的女的都能征服 就是意思是 希望我可以继续征服我的蔬菜 好了今天的开箱视频呢 就在猛男抱枕的怀里结束啦 谢谢你们 给了我那么多的惊喜 然后非常感谢你们 为我准备了 这么有心和有意义的礼物 所以呢现在 你看我已经装发完毕 我也要去给你们一个小惊喜 拜拜 这个真的是我剪破的吗 好的 sorry 拜拜